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商服務時間到這邊 好 請大家多支持啦 那上次提到的週末五連戰 即將來到了本週的最後一場 6月10號 那上個禮拜呢 就是去了這個台南 跟萬人響應 然後共有六個到場的見面會 謝謝大家 再加上光頭說 在競場前 有位女龍迷認出他 找他合照 還說有見過我 然後他還都做外野比較多 的一位女龍迷聽友 哪泥 自從做53以來認識女聽友 應該一隻手是數得出來的 很好奇是哪一位聽友 不過還是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那大家我們這次聊得很開心 尤其跟我們小叔 就這樣子看著球 無欲無求 輸贏都沒關係 聊棒球 聊家庭 聊小孩 聊工作 聊做節目 等等等 那小叔也提到了 他去年 我找他們來錄 那個開頭的這個事情 那能讓一個沒什麼梗的人 也能錄上一段參與這個節目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那我覺得不用想太多 這個龍友獎 就是注重在跟聽友的連結 那有球迷的聲音 我覺得才是我夢想中的龍給我講 那謝謝小叔 那也跟光頭一起跟小叔聊了很多很多啦 那覺得球賽過得很快啊 那真是相見恨玩啊 那麼也非常謝謝小叔 他當天大力的招待吃吃喝喝 那我也帶了一點台北的伴手禮 給比較少來台北的小叔 那大家把食物給分完之後 都滿手食物的走速球場 這可以說是收穫滿滿 真是非常感謝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來天母來看看球 那你請我吃8818 那我請你吃天母名殘 德科斯大雞 好沒有啦 我要請你吃一個 我自己找的在天母 那個後面有一個小卷的披薩 那個小卷超大隻的 好啦OK啦 那麼就下次見囉 那麼另外也要謝謝我們龍狗獎 最重的重量級來賓啊 台南的黃勳哥 那天在後半段比賽的時候 我帶小斯文這個去後面逛的時候 經過了主要的加油區 那結果呢 他一下就被兩個小哥哥給吸走了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黃勳哥的公子啦 太好認了 因為我有follow黃勳哥的臉書喔 結果呢 他們在跳起立的應援的時候 那個打起喔 小孩子真的是比較好玩在一起啦 就是混得很熟齁 那就跟兩位小哥哥 其實一次年到比賽結束 那也謝謝兩位小哥哥 在那邊跟他玩 玩得好像蠻多的 一直聊天齁 不過呢我覺得好像在那個地方 對小朋友來說 只要你是穿紅球衣 或紅衣服 然後認識或知道我們龍騰大哥的人 這個人就會是爸爸的朋友 我的感覺上是這樣齁 所以小孩子這樣玩齁 其實我認為是蠻有趣的 那期待下次再跟這兩位小哥哥一起玩囉 好啦 接下來龍龍周報 龍龍周報 5月31號到6月3號 三勝一負 打了一個四連戰 好久不見的單週三勝啦 而且這三勝呢 乃是出自於同一隊 爽啦 打完這禮拜喔 是21勝20敗 一盒喔 還是排第三啊 那以半場勝差 咬住樂天喔 並稍稍的 欸 些微的 跟後段班 產生了一點點 勝差的差距 1.5場 那目前應該是要 檔4 吻3 串2 好 那第一場喔 5月31號 今年第一次去陳青虎隊兄弟喔 那前五局在吳俊傑的好投之下 就以1比1咬住喔 那第六局 主砲機交廣冠喔 在高飛先打來超前 也讓吳俊傑拿到這個勝投資格喔 那然後呢 第八局 馬斯克斯上來代打 打穿的三壘手王維成喔 在滿壘時一半代回兩分 非常非常關鍵喔 那最後呢 再用鐵牛勝給他擺下去喔 龍王啊 那 甘英兄啊 然後陳冠偉啊 那林凱威 就以4比1拿到第一場喔 吳俊傑 義軍生涯首勝 恭喜啦 那第二場呢 6月1號新的月份喔 新的開始啦 那我忘掉上個月啦 我們要做新的狂龍 不要只有五月而已嘛 那這樣比賽呢 第三局因為50局失誤喔 極力先打回一分 而我們就是這個小分領先的這個局喔 又再度放上前一天的鐵牛陣 那除了趙景榮他的第五局是上來幫小帥來收尾喔 那6789局一樣的陣法再給他擺一次喔 那不過九局下半呢 被王維成一棒打穿 硬是追平 而我們的失望其實也沒有太久喔 失去上半 李凱薇 BOM 對李彥琴一棒扛出大牆啦 今年的第一轟喔 下半局呢 就靠林凱薇守住啦 2比1 贏球 終於是自林凱薇 入隊以來的第一場喔 這個 林凱薇勝投 李凱薇勝利打臉的比賽 也就是有名的 凱薇助凱薇啊 凱薇真棒喔 幸好我們還不止一個 我們有兩個凱薇喔 好 第三場 6月2號靠土頭蓮吃兩場爪爪之後呢 第三場王牌鋼龍上來啦 也就不用再多說啦 我們有很高的機率 在六局內打三分就會領先啦 所以主砲機就要廣關 停到了 感應到了 頭兩局就兩次打擊 馬上雙槍砲 BOMBOM 打進三分喔 形成那個頭兩局兩次打擊 就雙槍砲的一個難得紀錄喔 那也是他中職第一次的雙槍砲 這個時候來呢 對我們來說非常非常重要喔 有打出士氣囉 而士氣呢 也沒有因為的第五局 麥德里實力開胃的防衛手背 得分不算而減低喔 第七局 再靠自勝關鍵 帶達大虧抱前分 而這場比賽呢 也在賽前夜總 承諾絕不上天牛陣喔 好啦 他說話算話喔 靠劉永珍跟趙吉隆 兩位小將 把比賽收起來 中場6比2 我的天啊 很少兄弟耶 小劉 如果你有聽到這一段的話 你先快進15秒 讓我先開心一下 好不好 好我要說了喔 這很少喔 只有爽而已啊 不過看到網上很多爪迷說 那是因為爪爛的 不是因為我們搶 如此如此這樣言論呢 歐歐歐 那好吧 那你們就爛吧 嗯 叫別人認同你們很爛 這麽要求我一輩子也沒有見過 好 第四場 6月3號 這一場 因為前餐店已經滿足了 到談談之後就無依無求 只求跟朋友來一杯 看看球的氛圍之下 我也不太記得怎麼輸了 好像前面是因為 中原失誤 還有花蓮王 清雷的山安 然後再最後 拿莫 突然來一紅 今年手紅 大家都很高興 然後雖然最後1比6輸了 但還是覺得很開心 那麽上週市場打擊三圍 2×59 3×25 3×88 整體OPS 0.713 OPS Plus 87 比上週那種史詩級的 那不想爆的那種打擊成績 我現在這禮拜是不是很現實啊 我就是爆了 有不錯的反彈 那得點圈的三圍是 30-7 OPS 0.6 OPS Plus 59 雖然還是爛爛的啦 那這兩三周 我們得點圈的得分效益有限啊 所以常常是贏小分輸大分啊 這可能是原因之一齁 那就看投手穩不穩而已齁 那麽得點圈打得最好的 最印象深刻的 我想就是馬斯格斯啦齁 3-2 兩分打點 簡單一句話 現在看到他 我蠻有期待感的哦 那我全員表現來啦 捕手主炮基地交廣冠 15-4 跟上週一模一樣啊 但是不一樣的是有兩轟在手哦 單週五分打點哦 即是三陣也爆發 單週七K哦 但是 呃 who cares right 炮手不就這樣嗎 齁 就是權力打跟三陣而已嘛 好另外呢 也看到蔣少爺上來了哦 好久不見啦 因為劉思豪這位團寵哦 嚇二軍了 下去給二軍隊友來摸肚皮了哦 所以看起來呢 蔣卜跟林成勳是分的時間哦 那希望他這次上來呢 也能把握住每週 差不多一兩場的先發啦 好 那一手呢 這一班那一手很狂哦 李凱威 16-5 兩支二兩打一轟哦 四個保送 近十場景一場沒有安打哦 棒哦 那重元16-6 兩支二兩打連四場安打囉 那馬斯格斯八支五 哇 本週安打大進步哦 真是越來越好哦 那他的選球跟攻擊策略 經過這兩個月 其實球迷看了看哦 都有趕哦 就是跟拿末算是兩回事哦 也值得啦 就是獲得了連續先發的機會哦 那也許呢 今年呢 這就是他起飛的第一年 好 那曾傳生 那13-5 近期的最好單週表現哦 那再來呢 再補充一位 張浩維哦 就是我們二軍的優質小將啊 哎也不小 好像一點點氣啊 他生涯首安啊 在台南哦 在現場給他看到了哦 恭喜哦 那外野手呢 跟內野就是天跟地的差別哦 已經有權威YT 已經點名了 四位主力哦 音速哦 PJ 高校與天歌 我算了一下 48-6 我的媽呀 撞遠一個人去打六支安打了哦 可見四位哦 算是蠻有默契的同時的低潮哦 那尤其天歌單週 13個打擊全數靜默哦 連同 我算一下 從5月23號跨日大戰內場的最後一個打擊開始 已經24個打擊沒有完打了 這個鍋呢 我也算給主審羅君宏先生來背好了 但是天歌狀態低哦 這個是事實沒有錯哦 那禮拜六我看他在打鳥飛的時候 他就是邊跑還摔了棒子哦 這個以我打球經驗來講 我想這應該是有多一點情緒哦 壓力蠻大的啦 那腦袋有點混亂的這個反應哦 這種可能呢 就要從心理層面來聊聊多開導一下 其實 哎呀 以前好像也說過說 他狀況不好的時候 其實 他比較這個積極的攻擊型態 有時候是有用 但是在這個時候 常見做法應該希望他多看球 多磨一下 多培養你的耐心啦 那萬一沒有喜歡的球 凹到寶送了 你上壘呢 也是可以累積信心嘛 就不用到 現在還在算什麼 哇他多少個打 其實沒有上壘沒有安打這樣子 總比他一直瞎揮一直猛揮 那看起來現在狀況是比較沒有起色 那所以呢 總之希望天歌趕快找這個調整回來 然後呢 那整體攻擊部分再補充一下 上中呢 BBK的這個比例 11-37 0.297 聯盟最差 整體看起來呢 三陣還是太多了 跟半個月前 稍微穩定的表現 那狀況卻是掉蠻大的 而且 倒壘呢 也不如前期中動輒4-5次 這禮拜只有成功兩次 一次失敗了 因為腿哥上壘少了 這部分就難發揮了嘛 好 再加油囉 好 接下來看投手啦 蠻優的喔 整體防御率2 哇 NICE 那聯盟最優喔 那EI Plus 221 然後被打擊率2x03 被OPS Plus 45 優優優優優優 那這禮拜七盤投手配置也是蠻明白的 就是鋼龍加三個土頭 那同時最大的消息就是我們的武多受傷啦 哎呀 肩膀韌帶出現輕微的傷勢 那目前是以PRP來治療 所以呢 他從三種確診 我們還以為是因為下雨人賽少一場 所以他放假 結果不是啊 是因為他有點傷啊 那突然覺得好無聊啊 先發沒有他 真的好無聊 沒得嘴了 那所以一下子楊醬就 哇 呃 學一下魏主播 怕 沒了 怕 只剩一個啦 那不過還好 土頭有撐住 沒有七到八道就被打飛 那也是兄弟上週有點崩潰的地方 兩個土頭打不飛 嘿嘿嘿 撐住了 那所以鋼龍呢 六局兩分QS 吳俊傑是五局一分的剩下首勝 小帥4.1局 球速控管60球下場 那沒事分也是好投 那芝米可惜一點啦 芝米是受到失誤影響 3.2局就下班了 那不過呢 芝米好像是前幾天 剛從較招回來 正好趕上週末先發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球速也稍微控管一下 所以呢 缺羊頭來看 土頭的這個狀況 那跟了前兩三週 現在就是只剩李超 沒有上一軍了 但我猜李超 可能會在這兩週的 未來之星交流賽 上來登板 或是在 單週五場的禮拜之中 你要上來吃個一場看看 那麼撐到現在 先發的狀況還可以 打鐵撐熱嘛 那目前呢 除了李超以外 其他人上的基本上都上了 那連過一陣 在上禮拜六月後援兩局 所以看起來就是以這套 先發陣容打六月了 加油囉 那RP的部分呢 連同上週還是維持的不錯 甚至是更好啊 EIA是1.06 整體三陣室外比 18-7 好很多齁 那被打擊率一乘五六 WHIP一 全部聯盟最優喔 但也由於缺氧頭 所以現在土頭先發頭部長的狀況之下呢 RP們其實蠻吃重的這個角色 但儘管如此啊 那球隊對他們的使用 還是有一套大的原則 大概是這樣 我看了 第一個A牛 A牛就是A級 在王維中回先發之前呢 以他為首嘛 可能就 甘雅兄 呃 陳冠偉 然後林凱威 那我們最強的closer 最近狀況正好啦 大概是這些人是A牛 然後B牛像是 B牛 講這樣怪怪的 呃像呂永珍 趙景榮 那就是要調節出賽的時候 就要靠他們啦 那再來磁血組 這個我們不要說落後組 不好聽 直血組 雷哥為首 那還有益達 像羅花圍啊 也好久沒看到啦 我還有拳王維普 那這希望這幾位stopper 那看有沒有機會 在上一軍幫大家輪替一下囉 好 再來手背部分 哇 更猛 一三還有一三高 本週七四十五 哇 略勝上週一次 三游啦 太累了 有五四十五 三雷跟游擊手 但沒發展 因為現在游擊手 就是只有真傳生為主啦 那三雷輪修也一直沒輪到狀元啦 像你可不可以都修過一兩場了 建議啦 我是覺得王順和或東榮可以調上來緩一下也好 但不過這兩位打擊都偏好實在是蠻難取捨的 那兩位主力再加油啦 好 那接下來這禮拜龍舊里海 交給海裡人 歡迎回到龍舊里海 不可思議 不敢相信 難以置信 贏啦 連贏三場 就是這麼發生 在這關鍵的時刻 橫掃兄弟 這週本土投手的表現只能用完美來形容 這裡不談什麼運氣說 什麼下週會校正回歸 只說在這個特別需要穩定的時刻 本土投手跳出來 穩定戰局 後續牛棚投手把握勝機成功守成 甚至前兩場 我們就把勝利組牛棚給使用光了 並成功收穫兩勝 值得給我們本土投手全體鼓勵 這週MVP就給到我們投手全體吧 打者方面 在前兩場 可知勝利組牛棚都已經使用完了 開打當天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雖然是剛榮先發 可以預期會有六局的好投 但一想到後面不太穩定的感覺 沒想到 沉睡已久的吉利吉勞孔冠 醒過來 怒打兩轰 整個氣勢就完全不一樣了 打者MVP我就給到我們 吉利吉勞孔冠 既然睡醒啦 就不要再沉睡下去 加油啦 以上就是這週開心的龍舊里海單元 龍龍大劍士 第一個 就是剛剛講到的五度受傷 就是有關他的肩膀的傷勢呢 大概就是說在肩膀部分有些發炎 韌帶的部分 那所以說藉由PRP來治療之後呢 據最新的新聞 葉董是說到說 在新的禮拜 週末可能可以上 所以那最近也有看他水隊了 那也有可能啦 就是可以在週末的時候看到他上來 先發嗎 我覺得應該還不會 可能中繼一下下 因為我其實也不太知道說 以他這個年紀跟現在這個狀況 他來恢復的這個進度 能不能很順利啦 那所以說在觀察 希望他這一半能看到他啦 不然沒得嘴好無聊啊 那第二個呢就是在於 因為剛剛第一個講說五度受傷嘛 所以說假西勒來介紹了羊頭 因為現在正在找羊頭嘛 其實你知我知大家都知 大家就是我們跟兄弟在找羊頭 那我們的羊頭 目前得知是墨西哥級的 然後不過就是還有一些程序要辦啊 那這樣算起來了 喊不浪噹大概也要到下半季吧 上半季應該就剩一個多月了嘛 那到七月份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他來 呃你辦工作證等等等 然後再來倒個時差 然後 哈哈 倒時差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他還要做一些適應嘛 牛棚等等等 大概跑兩三次 大概我看一下六月底了吧 起碼可能差不多在一個月後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羊頭比較沒辦法啦 就是緩不济急 所以說可能就還是要靠土頭優先啦 那希望假西介紹這位羊頭呢 能發揮出一些效果啦 好再來第三個 今年的2023年台灣未來之星的棒球邀請賽一樣就是跟去年一樣就是有六個職棒的二軍跟六支的城市隊 好業餘隊 然後來做個交流跟對戰 那麼六支二軍他互不對戰那六支業餘的他也互不對戰 所以呢每隊就是打六場比賽 然後到最後來看最後戰績如何這樣子 然後來曲晉級然後看最後的冠軍誰數了 那這個比賽我覺得其實蠻有意思的 因為我覺得二軍呢 常常都會有人來討論說業餘的部分 就是跟二軍的實力 誰高誰低 其實我覺得可能也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可能職棒隊的資源會是會比較好一點 或賽斯的強度比較高一點點 那麼業餘隊的話他賽斯可能比較沒那麼頻繁沒那麼多 所以說差距可能在這邊 但是我覺得 據我這幾年來看下來 其實我覺得業餘球隊的強度也真的是逐年來進步在增加 所以說你說二軍一定打得贏嗎 我覺得不一定 不過我覺得這個對戰我覺得蠻新鮮的 所以我認為大家可以再多多關注囉 那我們龍隊比賽賽程也都有出來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中時的網站還是中時的臉書 他都會寫 然後那像大家有空的話 我記得都是免費進場 都可以去來觀戰來幫支持的球員來加油囉 好再來我們是一個喜事 雖然說猛威爾已經不是我們隊員了 其實應該怎麼說 其實我不確定他合約到什麼時候 但是基本上這合約就是如果到期了不會再續約 但是不管如何 他還是為我們貢獻了三場比賽 然後在五月的時候蠻艱困的時候 他還是貢獻他的頭球 那麼最近在攝取上看到他的小孩出生了 哇非常好非常恭喜啊 那也希望猛威爾的喪事能趕快恢復 然後然後小孩也健康快樂長大 那就看後面有沒有緣分再跟猛威爾再度合作囉 好最後一個大件事 這個禮拜呢6月10號跟11號就是我們的主題日喔 哇是一個跟寵物相關的啊 不過是跟貓 這個我知道還好我不太喜歡貓 是波波殺寵物派對主題日 那這個主題日呢 就是其實延續過去兩年吧 好像都是可以帶寵物進去的嘛 他有規劃一個區域 然後大家可以帶各式各樣寵物 就是雖然這個主題日是貓 但是能帶寵物就不極限於在貓部分 你有什麼狗啊 烏龜啊 小鳥啊 老鼠啊 變色龍啊 或是 even 蛇啊 如果這種寵物是你的寵物的話 好像也可以帶進去喔 不過我覺得如果有這種比較特殊的寵物 我覺得還是跟球團稍微先聯繫一下 看看適不適合這樣子 所以大家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這個主題日其實我覺得是蠻統計的 因為他還加了一個送那個乖乖 乖乖 而且是有特殊包裝的乖乖 大家我覺得可以去收藏一下 是一個跟我們龍隊有相關的一個乖乖的一個包裝 那所以我記得是進場嘛 送完為止 好那到時候呢 禮拜六跟禮拜天呢 大家努力進場啦 好不好 主題日但是只有支持啦 好 最後龍龍兄先走 這個禮拜是一個三加二五場的賽程 我們甜蜜的家 天母 HONG SWE HONG 五連戰 而且呢我記得 好像平日在天母就有一些什麼 學生日啊 家庭日啊 市民日啊等等啊 抱歉因為我剛臨時想到 但我有點忘記了 大家去看一下那個衛犬的粉絲專頁 應該就有寫得很清楚啦 那多多進場幫龍將加油啦 好 6月6號跟6月7號同場對樂天喔 6月8號對兄弟 然後休息一天之後 6月10號對棒棒 6月11號對統一 記住喔 都在天母喔 那就是一個大滿貫的賽程喔 四對都輪到了喔 那上週我才說我們要重回五成勝率 是不是到了嘛對不對 回來了嘛對不對 只要不想輸我們就會贏啦 一場一場來喔 這一拜呢 再衝一個過五成的勝率吧 好 那麼這一拜的龍花共龍狗獎就到這裡啦 下禮拜見 See you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